歡迎收看 媽媽好生 爸很想學三角函數 在教本身 怎麼懂了 講了一大堆 你這樣懂了沒 然後寫了 差不多都不懂 說得是 日常說我說 用不到三角函數 我說用得到 那為什麼呢 你們家的庭院這一塊面積 你想算出來的話 你就需要用到三角函數 那不是我們來吧 他會說過嗎 但是他說你知道 他有沒有偷工減料呢 邰哥跟阿姨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教人的 記得最清楚 小孩數學超級難 媽媽應該怎麼教 今天請到六位好生媽媽 和一位學霸老爹 一起探討連爸媽 都投降的學業問題 到底孩子學習背後 有什麼障礙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我其實是 從小英文就很爛的人 所以我記得 我有一次過海關的時候 那個海關叫我把帽子摘下來 結果我就把手舉起來了 又分不清楚 頭的英文就說 你告訴我 頭英文怎麼說 走勒 the set 我以為是讀本啊 讀劇本啊 我們不要再劇本 我們就那個舞台就在讀本啊 他說哇你好厲害 跟Michelle Jordan一樣 我說Michelle Jordan念完 我就怪怪 旁邊就說 Michael Jordan 我說 Excuse me Michelle 她不叫 Excuse me M-I-C-H-E-L-L-E OK Michael咧 M-I-C-H-A-E-L-E That's it 可是我現在很難的是 我小孩現在在讀幼稚園 我還OK 可是他們說 小學現在怎麼英文 幼稚園就開始學英文了 然後小學數學我們又不懂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所有的媽媽爸爸聊一聊 就是怎麼辦 我們自己這些都不大會怎麼樣 我們的孩子數學跟英文能力可以變得很好 讓他們變成學霸這樣子 可能 嗯 真的啊 撞到悲觀啊 可不可以 而且我跟你說我們自己自製 我們什麼基因啊 可以生出什麼小孩 真的而且我兒子真的在學校人員抱好 你知道嗎 尤其是那倒數第二名 老師都跟到我兒子 哈哈哈哈 你都在玩家 謝謝你好不好 因為有人要電底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們就是 在那個國文的程度 其實注音那種拼了 他念得不是很好 那數學如果說今天只是算是 他可以 可是如果是應用題 他就沒有辦法 譬如說 姊姊有六個蘋果 比妹妹多一個 妹妹有幾個 他聽到多 他就以為是加 這太難了 就是他看到這樣的那個 他就不會去擠 他就覺得就是6加1 妹妹有7個 他沒有想到是減法 我說你是不會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 我那個國字啊 因為旁邊不會有作音 他有時候 好可愛喔 然後結果聽他就聽你還念錯 想我快氣死了 然後因為對面有位老師跟我們說 媽媽就好要當媽媽 不要當老師 所以我就直接幫她請家教了 就不要當老師了 真的很多的小孩不是數學不好 是中文不好 對 是中文 真的 你們看不懂嗎 沒有辦法理解啊 其實我女兒她本身她數學還不錯 她最讓我擔心的部分 就是她的粗心 你知道嗎 她的邏輯啊 還有應用問題 我都不擔心她 像上學期的期末考 她居然錯的是送分體驗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考卷考出來 就問你就是一個月曆 然後就問說 這個 這一個月的週休 一共有幾天 這很簡單 就是題目其實就是已經有 答案在上面 就把週六 週日加起來 數一數就是答案對不對 它這樣也可以數錯 哦 你知道嗎 然後我看到她在考驗的時候 我真的快要昏倒 你怎麼會錯這種題目 然後本來是邏輯空間 還有應用題沒有問題 她很快就可以答出來了 像我自己的小朋友啊 大家在吃飯的時候 可能都在玩手機 那我很不喜歡孩子玩手機 那但是她們的 她們吃飯玩的獎勵是 計算機 因為我要她們 從小就開始認識數字 那也要她們玩遊戲 所以我有帶一張圖過來 兩個小時17分等於 換算了 137分 那 這個是 對 很多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她們兩個 這麼喜歡數學 因為像哥哥現在的數學 我稍微有鑑定了一下 她已經到小四 她現在六歲 真的還假的 對 她現在已經 四則應算以外 她很喜歡 不會問小時流流大未必 我也 對不起 我也擔心啦 那像 我們這一次 就前一陣子去 去東京 那 她們自己 我們沿途在旅遊的時候啊 我都讓她們兩兄弟 一個六歲 一個四歲 她們要計算從這一站 到另外一站 還有要回來的時候 她總共要準備多少零錢 哦 她們全部都是 都自己來 那因為日幣比較大嘛 對 所以她們玩的都是幾百幾百 哦 她們在四歲的時候 就已經都是玩幾百幾百幾百 那我都讓她們去投 那妳會發現 孩子會很喜歡去做投的 對 這倒是 妳會發現小朋友很喜歡投硬幣 然後投那個飲料 對 不要 不要弄啊 妳到時候投錯了 我說 妳都在剝奪她的興趣 哎呀 對 所以有時候 我們從孩子的行為 跟遊戲裡面去觀察 她到底是怎麼算的 我是這樣開始的 哦 我是這樣開始的 緊接著要介紹這位厲害 因為呢 我以前對她的印象就是 哇 她的兒子很會念相聲 然後她自己是個鬼才這樣 可是自從呢 之前看了新聞之後 發現 哇 超厲害 學到爸爸 學到兒子 其實我常常覺得啊 就是 很多小孩子 最孝順的一件事就是榮耀父母 我覺得她的小孩在榮耀他 嗯 邰哥 謝謝 哎呀 妳也是 拍得出好順哦 妳是 哇 真的 真的 其實我覺得 剛剛我聽了那個 珍珍家長 嗯 老師這樣講 我都覺得很感動 其實這個 給孩子很多的鼓勵 一直去稱讚她 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 哦 對 那像 其實我覺得像 珍珍妳 也不用 說覺得說好像孩子 這個 初心 初心 初心而已 覺得怎麼樣 我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說 妳這初心 實在very unique 嗯 我覺得妳的初心實在太棒了 妳這個初心 妳怎麼做到的 哦 她就覺得 欸 初心是怎麼做到的 她就會去想 初心是什麼意思 哦 然後說妳這個很初心 那什麼是細心呢 她就自己會去比較 哦 她自己會去 她自己會去想 像我太太以前 她我記得這個 呃 買東西啊 她她曾經說 老闆說 三百七啊 那妳是不是講說 那妳算三百五好不好 有時候殺價 她說 哎呀算四百啦 她媽是這樣子的 哦 我就在朋友說 好大氣哦 妳是怎麼算四百 嗯 對 妳應該是說算三百 對 她說哦這樣 然後老闆也覺得很好笑 嗯 所以當然還是 最後還是會算她三百五 或者whatever 但是她有這個行為 妳會覺得 其實蠻可愛的 嗯 所以妳不要說 哎妳怎麼會這樣 妳不要用這種態度 她媽媽也會這樣 小時候很小的時候 她 吐奶嘛 吐了一大 一地都是 然後 因為要親的人是她 不是我 所以我走過去 那就是原因啊 好厲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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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站在那邊這樣 好厲害哦 我媽媽已經在罵她了嗎 你跟兒子是同一陣線的意思就對了 對 其實不是 因為就是說怎麼講 因為已經有人在責難她 哦 但是妳會跟她一起說 哎 You're good 對 你知道嗎 然後 她就會覺得 OK 至少有人是站在我這裡 對 但是不是說 呃 去 站在她那邊去頂撞她媽媽 不是這個意思 嗯 而是說妳看 之後才會跟她講說 其實妳這樣吐 或什麼樣的東西 她很辛苦 那邰哥 妳自己本身數學好嗎 我數學其實 我是後來被老師教爛的 哈哈哈哈 你 你是說要自老家 是教爛的 是教爛的 是教爛起來的 真的 因為我 其實我升到國中以後 因為她開始有 複數這件事情 嗯 就是比方說 呃 等號的這個 這邊 換到這邊來就變成負號了 嗯 那我就會問老師說 老師請問妳 為什麼 這個 這樣子就是負號 為什麼 婦婦會得證 嗯 那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嗯 那老師給我回答說 就這樣 妳就問她幹什麼 哦 從此以後 我就不想 若干年後 但是我兒子大概八九歲的時候 我問他說 欸 為了妳 妳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夫婦得證 妳可以解釋給我聽嗎 嗯 他說好 我解釋給妳聽 我不是不愛妳 是我愛妳還是不愛妳 哦 她好厲害啊 沒有 她說 問妳 謝謝妳告訴我 中文婦婦得證是什麼原因 哇 哇好棒哦 她用中文解釋給我聽的 那如果她遇到一些數學的難聽 沒有辦法解 她如果問妳 妳也不會 她不可能問我 她本來 對 曾經試圖要問我 嗯 她帶她問我以後 我說 Come on It's your problem 嗯 我說妳必須要解決妳自己的問題 對 然後她就 Yeah 她就走了 所以她以後都不會再來問 那妳有特別營造什麼環境嗎 讓她喜歡 數學或者是英文 或者是她會自己 啟發自己很多的想像的創造理由 這個我倒不是太清楚是不是這樣而成 因為我小時候常常帶她去 科學館 為什麼去科學館 我們都去把握夫婦啊 哈哈哈哈 什麼就是差別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喜歡去百貨公司 哦 然後去科學館的話 她就會去 看那些球啊 在那邊釣啊 那種那種東西 然後我發覺她就很 就是站在那邊一直看 看了很久 我就坐在那邊 OK 等她看完 蘆蓮妳看完沒有 我說再等一下 我再看 看完了她就說 好 那我們回家吧 欸 我覺得妳蠻輕鬆的耶 他們是抓小孩在那邊 不要跑 不要跑 對 這邰哥真的很輕鬆 然後妳主動去看很多東西 比方說這個是什麼 然後看看 看完她覺得很有趣 哦 然後她就回去了 對 她主動的求知能力也很強的 對 對 所以妳的主是不可逼的 對 對 不過邰哥講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小時候 我孩子小時候也有類似的經歷 就是她寫錯 那我一開始可能就是脾氣不太好 就有稍微責難她 然後她就哭嘛 後來我就後悔了 我就意思就是說 妳是不是因為妳自己很挫折 就是為什麼我會寫錯 很挫折 所以妳對自己不滿意 那她說對 我說好 所以我不應該兇妳 那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用 台哥的方式 可是她每次寫錯我就說 我只是想知道妳為什麼 最後會出這個答案 但是錯沒有關係 妳只要告訴我妳在想什麼就好了 那她就會告訴我 她哪邊想想想想想 有的時候她就會想通 有時候就卡住了 我就說 所以妳是問題出在這 那我就很享受 陪她寫功課的時間 因為我可以從她那個小小大腦 感覺到她昨天跟今天不一樣 她這個上個學期跟這個學期不一樣 其實還蠻有成就感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是自己在教小孩的同時說 妳這個怎麼不會的時候 發現自己也不會 對 那很多節目很難耶 像我家兒子她雖然還沒有就是 她還在幼稚園的時期 她還沒有數學題 可是我上次在跟五寶媽聊天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我數學超爛什麼的 然後她就說我跟妳講喔 那個我們家的五寶妹啊 上次有一題數學題 讓她在我們家樓下崩潰了一整個下午 然後到五寶爸回來 才解救她 然後她就問我說 那妳來看看妳會不會 小明 借小美 五元 大家有看到嗎 有 然後小王再跟小明借比小美多三元 然後小明最後剩十元 請問小明原本身上有多少錢 這個也是文具遊戲 是不是 這考的是什麼 這考的是中文的文 不是 不是 所以不是我的問題嗎 所以你看 絕對她都說不出來 不是我的問題嗎 凱哥要不要演給妳看好了 我是小明 我是小美 她是小美 她小王在那好不好 王老師是小王 小王小王 然後我借給你五塊錢 然後他也跟我借錢 那他借的錢比他借的錢還要多三塊 所以我也借了他若干的錢 最後我還有十塊錢 18加5 23 沒錯 這題的答案就是23 其實我覺得他很難 18加5 對 對 下一題 下一題 四隻貓四天抓四隻老鼠 二十隻貓二十天抓多少隻老鼠 要不要演給你看 真的太難演了吧 請簡單 你說二十嗎 應該是二十吧 我也覺得是二十 對啊 不是 四隻貓四天抓四隻老鼠 對 這小學的題目 抓一隻貓 一隻貓 一隻貓 真的蠻疾瘋的 小學的題目 四隻貓 四隻貓 四天抓一隻老鼠 四天抓一隻吧 對啊 一隻貓一天抓一隻啊 不是貓 不是貓 不對 八點 為什麼 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四隻貓四天抓四隻老鼠 不是一隻貓一天抓 對啊 對 對 因為一隻貓如果一天抓一隻的話 那兩隻貓兩天就是 八隻 八隻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二十隻貓二十天 應該是不是 他還是抓四隻老鼠 可是 那一天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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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倍 一隻貓四天抓一隻老鼠 對 一隻貓二十天抓五隻老鼠 所以二十隻貓二十天 就是抓二十乘以五 一百隻老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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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很難 其實呢 為什麼 以我們這種科學的來講 這個題目有非常大的疑定 來了 因為這四隻貓四天抓四隻老鼠 不知道誰抓的 對 三隻都在納糧 一隻抓二十隻 所以他這個沒有 剩下的二十隻 你根本不知道他會不會 對 他沒有先設定 他這應該 我也可能 我也可能說是抓四隻 對啊 因為其他都在效果 對啊 所以他沒有先設定 對啊 平均啦 每一隻貓抓老鼠的能力是平均 平均 可是這個真的很容易 四天抓四隻 二十天都抓二十隻 二十隻 對 二十 這什麼世界要搞得那麼複雜 腦筋執著 真的 真的 我剛剛不就講二十 對 你不要叫我們同學 我們高中的同學 我們同學 所以我們一定是這樣 而且像這種建構式數 我覺得真的很難 你看我的題目 小明做小數相減的題目時 把被減數的個位的三寫成八 減數十分位的八寫成三 最後的差是二十七點二 這什麼 這題目的小數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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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題目不錯 我自己看到這個題目之後 我也會有關了你 其實我題目看不懂 我老實說 我也看到 所以題目就看不懂了 其實題目 對 我覺得題目其實就 但是我題目看不懂了 題目就很激深 所以我跟妳一樣 我跟台哥一樣 我家小孩只要來問我功課的時候 我都跟他講 這是妳的功課 我不需要寫 真的 而且我也不檢查 妳有錯就讓他做 因為反正妳到時候不會 老師就會教妳了 哎呀 對 那我們就不用說話 我們就不用說話 我們就不用說話 本題的倍檢數多了5 檢數少了0.5 十分位是那個後面 索窩也應該用27.2 這個應該要讓那個小辣椒解釋 因為他剛剛在後台教了我半個小時 真的 我一個人都看到 她是老師說她會 妳解釋一下 她是職業病 她是老師 因為 因為被檢數就是被檢的那個數 被檢數減檢數等於差 那檢數就是我們要檢掉多少的數 叫做檢數 那她的被檢數呢 她把被檢數的各位數3寫成8 那她多了5 她多了5 所以我們要把它扣掉 那檢數的十分位8 就代表說呢 她的檢數那個是0.8 那個8是代表0.8 可是她寫成3 就是她寫成0.3 她寫成0.3 她少減了0.5 對 所以她要把 變成5.5 也要減掉 0.5也要減掉 所以就是要減掉 5.5 聽不懂了 舉手 我剛剛學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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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代懂她的意思 大代代 妳懂她的意思 她是校長 她是校長耶 她不是校長耶 她是校長耶 我們教這種東西 校長為什麼要出這種難題啊 不會不會 這題目很好 真的喔 很好很好 我用意是什麼 其實數學它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在計算 它在教人思考 對 真的 所以一開始你應該要幫助孩子建立的是 叫做抽象的那個數字的概念 所以剛剛那個洪子他們在講說 怎麼樣怎麼讓孩子怎麼玩啊對不對 包含數錢啊買東西啊 什麼 那個就是去對那個抽象的 所謂123456到底是什麼東西 100到底是什麼東西 去建立那個抽象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語文的問題 老師也有那個責任 對 什麼叫做被檢數 什麼叫檢數 對 相加叫做和 相檢叫做差 相加叫做雞 相處叫做商 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對 他叫商數很多 他說商 商到底是什麼 那連商是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去做題目 是 這變成語文非常重要 就是 所以一開始神經就講到 很多人它是應用題根本 看不懂在問啊 對 看不懂 我上了心算班也沒有用啊 我算很快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算啊 所以我不知道題目在問什麼 所以父母親你應該清楚 孩子學數學的關鍵在哪裡 所以小時候陪他玩 玩數 讓他建立抽象的概念 然後 閱讀語文真的要加強 包含口語嘛 跟孩子講話 所以我們會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孩子啊 如果說你 你不需要一直在做題目 那你應該是說 這個題目你講給我聽 讓孩子講題目給你聽 而不是每次你都講題目給他聽 如果每次都是你講給他聽 他才會做 那我告訴你 他考試還是不會做 因為沒有人講給他聽 你不要說難 因為真的要難才會有思考 那個轉彎是有一些難度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講的 補充了什麼叫建構 就是 長大用得到嗎 當然 我們生活中在建構 我小孩子說 8加8等於16 那我們再教他什麼 敬畏借兩個 他說 兩個8塊 就是16塊 為什麼 兩個5塊放在一起是10塊 這邊還有兩個3塊 他自己在玩錢的時候 建構出來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8加8 他是用五敬畏的方式在處理 也就是說孩子 他真的在那個 所謂有思考的話 他就會越來越厲害 就怕他說 為什麼 他都不想 為什麼 你告訴他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那下次 遇到一樣他會做 只要不一樣他就 因為這個沒講過 就完了 就憑記憶力嘛 不是憑理解力 其實我當時 也曾經問過我兒子 我說 欸 我跟你講 爸很想學 三角函數 你再教我一次 你再教我一次 你真的有個賽口 賽事 對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想學嗎 我說 我真的很想學 然後就說好 我現在講給你聽 他就畫素線 對 謝謝謝謝 講了一大堆 講講講 你這樣懂了沒 然後我說 我差不多 一點點 一點點 他說好 現在等一下 你現在把那個背給我聽一遍 我說我不會 他說 倒過來 對 他倒過來 然後他就繼續又講 他說你真的懂了嗎 你把這個回去好好看一遍 你看這個算是什麼 你看一遍 我等一下再來問你 我說 為了你不要再問我 爸只是想 證明說你很厲害 這樣可以了嗎 不想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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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抱歉 會不會你為什麼 不用你的腦子 你要好好的用你的腦子 你知道嗎 OK 腦筋不好吃 就這樣 然後我說 那我回去再看一下 我不懂得 我再來問你 他說你下次不要隨便亂問 你如果說真的有誠意的話 你要好好的 先回去再看清楚 OK 拜拜 我可以請他來參加一下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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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三角還是我們高中的時候 對 我根本不會啊 但是我們班就發明一個口號什麼 塞 口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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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們家這塊面積有多大嗎 那個不是我們買房子 他會告訴我們 但他說妳知道 他有沒有偷工減料呢 他說 OK You are good 我還是要說他在弱家醬 因為我覺得兔寶跟賀寶的數學也不會太好 不過老師我發現其實真的很多的狀況 我們會遇到就是我們自己這樣才不會 那我們怎麼交談 或是怎麼樣讓他去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數學越好的 的孩子其實就是越會思考的孩子 這絕對是有關係的 很多研究都有這樣做 那我覺得在教養這一個地方 邰哥剛才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提起很多很多的家長 就是態度 正確的做法是 當你不會的時候 欸 我也不會 有多少家長會願意說 我也不會 那我們一起去查一查 像我自己 我自己的兒子現在在背一百多國的國旗還有人口 然後他問我說 爸爸你知道智利有多少人嗎 然後我說 我會在他面前示弱 而且我真的不會 我跟他講我不會 然後我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我們一起去查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就跟人家說 我翻給你看 就有點像 對 他的那個樣子 那教人的 記得最清楚 教人的 他必須要有一套的方法 對 他必須要建構出自己一套方法 他才有辦法教人 不然你講出來人家都不懂 你很挫折你知道嗎 對啊 那你很挫折的時候像老師 我覺得就很有經驗 你要教人之前你要想想看 你不是只有會這一題 你還要知道說 怎麼樣人家懂 對 很重要 那你懂怎麼樣讓人家懂的時候的 那個過程中 你就出來一套很快速的算法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會願意讓孩子來教我 我會跟他一起去學 那我覺得這是態度的問題 而不是一開始說 這也不會 這樣也不會 不是教過了嗎 或者是真的自己不會的時候 還要自己去查 對啊 你不會問同學嗎 你不會問老師嗎 有一群的孩子就因為這樣 然後就算了 我就學算數 像我小孩子 就是在很小的時候 學那個一二三 我曾經用過就是巧虎的數字謠 他說天筆一 天而二 天而二 多三 可是我教很久 我發現他都不會 因為他根本就不認識 天而二 然後他就說 他沒有辦法想像出那個數字 結果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怎麼拿著我手機 在那邊洗洗手術 我發現他會按我手機的密碼 他為了要玩手機 他去把那個字硬背起來 對 然後後來我就那一個禮拜 我就每隔幾天 我就換一組 換一組 所以他就很快就把那個 零到九都記起來 那小賴家自己是老師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對 低年級的時候 不是要背九九成法嗎 對 結果成法有時候 我們還是容易會搞混 那他在背九的時候啊 我就發現他九會搞混 那我就發現那個有分享九的九九成法 可是只是用九喔 我們的雙手 九一 我們數學是不是由左到右對不對 對 所以九一 我們就先摺第一根指頭 這樣是不是九 九一得九 九一九 對九一得九 那九二我們就摺第二根手指頭 九二 這邊是不是一 那這邊是不是八 對 八 十八 對 那九三我們摺第三根 九三 二 七對不對 九三二十七 九四摺第四根 九四 三十六 然後九五 四十五 九六 五十四 九七 六十三 九八 這邊七 九二 九九 八十一 然後小羽就說 那媽媽 那其他的都可以嗎 我說不行耶 九九 我就說不行耶 這個只適用於酒喔 那我就跟 我就鼓勵他啊 那小羽啊 那你去想想看 說不定以後你可以發明其他的好的方法喔 對不對 就是 其實有很多孩子很討厭數學 但是我最近在觀察一個現象就是 現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真的不一樣 現在叫做 為什麼 因為孩子有兩種狀況 一種狀況是他本來就已經很討厭 結果呢 我們拚命的各種版本 都塞 康差版本 男差版本 彈差版本 這樣一直填 他本來就已經很挫折了 結果 我們為了要讓他再更多一點 一直不斷的練習 這個版本 這個孩子就更挫折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有那種 其實他都會 你大量的給他練習也是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大量給他的時候 他覺得 好無聊 好簡單喔 為什麼我要一直做 為什麼我同樣一個東西要做這麼多 結果呢 在我們的 在我們教學現場 他反而是降低了專注力 他覺得很簡單啊 他覺得這我早就會了啊 好多孩子現在上了小學以後 都是 這我早就會了 他寫出來怎麼不會 對 為什麼 因為他的態度不對 他這個態度不對的時候 你都會怪他說 這不是練了一百次了 或者什麼 結果我發現 其實就是練了一百次 結果寫考卷的時候 反而是更辛苦 對 所以適當的練習就好 不要一直情人補咒 一直練練練練練練 因為 孩子有可能想要再解更難的題目 對 孩子有可能想要再更更深的 或者是更其他不一樣的東西 結果我們練的都是同一套 很多孩子在考的時候 專注力不集中 訂正完了以後 媽媽說 這就這樣嗎 這樣也不會 然後 不是教你一百遍嗎 然後結果呢 我把題目再蓋起來 媽媽也訂正完了 結果再寫 還是錯 還是錯 所以根本不是練習跟不練習的問題 根本是 他對這一類的提醒的時候 壓根就沒有理解 所以沒有理解的時候 那中高年級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挫折 然後分數就會開始往下掉 四年級到五年級的時候 有一個gap 就是 開始會往下掉 因為 會開始需要你的心智解讀 所以四到五年級的家長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 興趣來自於 信心 信心來自於成功的經驗 如果說他一直受挫折 他就會說我討厭數學 然後那個討厭數學的意思就是 我不要學數學 那就完了 就是說如何讓他有一些 所謂的成功經驗 從小開始 剛剛講的 接觸數學是很重要的 包含生活當中 包含遊戲當中 不管是手遊 像我們家最常用的是普克牌 小孩子很小就開始分類 然後排序 所以他對於那個數 從1排到13 那個是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到減紅點 到所謂的比大小 甚至我們藝人翻一張牌 比 加法看誰加得快 或者連加法一直翻 一直翻一直加 然後不能錯 那就是遊戲當中的那種熟練度 因為他不斷的在做 而且他是有興趣的在做 所以他不會厭反這種練習 跟做測驗券是不一樣的 包含糾結懲罰表 兩張普克牌翻出來 如果1到9的話 一出來 7、9 看誰先答對 先答對的人就得分 就拿著 就類似這樣的東西 他今天晚上可能可以練習100次 而且第二天還告訴你說 我還要玩 可是如果你出題目叫他做 他可能做實題他就不要做 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說差別很大 最重要是說 像剛剛其實有些題目 它真的沒有那麼難 如果說家長真的懂了 你可以畫圖 剛剛是用人的方式 你畫小美五元 小王他五還多個三 然後再回到他自己小明十 那你就看完就知道怎麼做 我就說那個題目其實沒有那麼難 光看那個文字看完 然後在裡面沒有畫面 剛剛講有畫面的就很簡單 沒畫面就停留在原地那裡 所以呢 不同年齡的孩子要怎麼樣 讓他們從生活中 開始慢慢的學習數學 喜歡數學呢 這就是個大難題啦 喔 可能有一些佩婆 來 這邊有一個 培養孩子數學力的秘訣 我們來分您 分不同的年齡來看看 第一個 五到八歲的話 其實有數學左右 像這一個叫做 數學沼澤大冒險 我的孩子非常非常喜歡玩 那我們 他常常玩完了以後還要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會有好多好多的小動物 來到一個沼澤裡面喔 沼澤裡面有蛇 有鱷魚 牠們必須要跳石頭呢 過關 不要被鱷魚吃到 如果呢 你不幸呢 走到不該走的地方的話 你就會進入那個無敵的回圈 一直在這邊回圈回圈 然後走不進去 那如果呢 你比較幸運的話 你還可以走捷徑喔 這樣的話就開始的時候 玩一個桌遊一開始的時候 先要有畫面 先要有故事 不要急得開始 你講了一大堆的規則 結果興趣缺缺 所以我喜歡把故事融合在一起 那我覺得做得最好的就是 剛才不是有骰子嗎 以前我們的骰子不就是 就是這樣子骰嗎 對不對 可是這個骰子呢 它現在有減法 這個叫做六減一 好酷喔 那這是走五步 然後還會有這樣子 一加三 所以它就開始 讓五到八歲的孩子 認識四則運算 從玩遊戲的那個過程中 還有挑戰 然後這裡面其實還有 還有這個石頭 教的是偶數 如果偶數的話 你可以再前進 再骰一個幾步 如果你真的呢 這一個是奇數的時候 又把奇數跟偶數 開始交進去 譬如說奇數就 一三五七九 偶數就是二四六八十 我們提早交進去 從一個冒險的一個遊戲 由畫面的一個遊戲 開始這個數學 哎呀 很帥啊 對 那我的小朋友就是 很大量的這些 數學的這些遊戲 然後他們真的就是很 很愛這些東西 那你說大蜂為什麼會練到數學 很多人問我說 難道是那個錢嗎 我說未必 是那個走幾步 對 九步 有些孩子玩到熟的時候 他就知道從第一個 他骰到九的時候 他就說 爸爸這裡啊 哎呀 然後呢 他走到八的時候 他會知道 九扣一的前面那一個 他比我還要快 那這個其實有被研究 研究出來 這個叫做 孩子的這種概念化 數量的概念化 九 十八 二十七 三十六 等等這種概念化 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建立 他後面的運算速度會非常快 所以 新租算到未必每一個孩子都一定要 但這種概念化 從小就比 多啊 少啊 然後九啊 四步啊等等這些東西 你可以大量的從遊戲裡面去培養 這是第一個做法 那第二個做法的話 數學要把它生活化 我說很簡單 我從小就在教數學應用問題 我就會跟他講說 黃醫師叔叔呢 開給你的過敏的藥 每一次要喝五CC 對啊 你如果這樣子 自己因為小朋友都搶著 自己要拿 對 你知道嗎 對啊 你如果這樣那邊不小心的話 等一下掉了一CC了以後 剩幾CC啊 他就會說 是啊 對 回答是啊 所以我們在 就吃個肉也要弄個麻糠 對不對 但是他覺得很好玩 對啊 他進去就對了 但是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帶著他烹飪的時候 或者是媽媽帶著他烹飪的時候 我們會去量麵粉幾克 哦 對 我們去量麵粉幾克 欸少兩克啦 到底要幾克啊 然後他會說 哦好啦 還要兩克 那就是15克 現在才13 那所以從生活裡面 這個是最自然 那8到12歲 其實跟5到8歲 這個開發的階段的做法 又不太一樣 8到12 小時候最開心的就是放暑假 最傷腦筋的就是要開學了 真的 大家都說收心操 有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 好好的把心收下來 然後開始認真念書 OK 其實我覺得孩子會玩得很瘋的原因 有一半來自家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很珍惜最後一週 對啊 但是偏偏最後一週是要收心的 對不對 那我說 孩子真的沒有那麼快 對 連大人都沒有那麼快了 對 我覺得我們要有同理心 你把它抄到最後一週的時候 那結果後來他又收不回來 對 所以我說 有時候連作息 就要在最後一週的時候 就應該要開始了 你說 晚上的時候 我們平均 暑假每一個孩子都是10點半 才上床睡覺 差不多搞不好還更晚 差不多啦 然後滾一滾都11點了 對 對啊 但問題是我就覺得要漸進式的 慢慢調整 往前挪半個小時 那我們不要過度的期待說 9點就給我上床 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要只要改又難 對 所以我說就慢慢的挪 變成10點鐘 孩子問你為什麼 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已經要開學了 如果你在這麼晚睡的話 白天起來的時候 你每一天都在 我睡不夠 我好想要再睡 你看 你每天早上都不能控制自己 然後呢 我也不想要罵你 我覺得把那個原因 講出來跟孩子了解 其實我覺得 所謂的收心 就這個最重要 對 因為其實就是你睡眠的 沒有調回來 導致一開學 就跌跌撞撞 真的 其實把睡眠調回來 大部分事情就搞定 對 那因為你晚上睡得好 或睡眠品質是好的話 白天的情緒跟專注力才會好 對 那有的時候是最後一週在趕功課 最後一週的時候 才在匆匆忙忙的 在那邊吼孩子 那我覺得 大家情緒都不會好囉 我以前最後一週都是在趕暑假作業 然後變酷變寒 八到十二歲其實跟五到八歲 這個開發的階段的做法又不太一樣 八到十二歲的孩子的時候 其實要增加他的閱讀理解能力 剛才大家都講 對 這個年紀的八歲的時候 他閱讀一個 閱讀完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個雜誌的時候呢 我都要媽媽問他心得 不能講出心得 最少要講出大綱大義到底是什麼 如果他到了小二的時候 他還不能講出大義大綱 能歸納出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閱讀跟數學 已經被好多好多 包括師大 包括國外的這些 這些研究的這些單位 發現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語文的能力 藏在那裡面 那第二個的話 其實就是要 什麼意思 什麼叫視覺化的訓練呢 不要覺得 小學以後呢 就是一定要大量的練習這樣而已 結果我有研究發現 你把兩個圖 這一個圖呢 一盤是 十顆糖果 跟一盤是 五顆糖果 然後放在你的眼前 問小朋友說 請問兩盤誰比較多 很快的反應喔 那結果 實驗者發現 有經過這樣的訓練 就是 一直在這邊說 這一邊多 這邊比較少 然後呢 這邊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很快速的去反應這種 視覺 跟數字有關的 視覺的這些系統的小朋友 經過這樣的一個訓練 他的 數學竟然會比較強 那很多人說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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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子快速的這種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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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的這種訓練 可以開啟你大腦裡面的數學回路 是美的 這個我有切身之痛 怎麼說 我大學的時候我是兼家教 我兼到一個美國學校的學生 他被美國學校的學生 然後他又叫他維積分 然後我想說 開什麼玩笑 台灣教育下落 對 大學年考 維積分 全國排名百分之九十八 沒辦法 去 就發現他們的維積分課本這麼厚 都是英文 對 他的題目都是一頁的 對 什麼意思 什麼老王啊 有一台車啊 然後他家裡有院子啊 然後什麼那個車這樣開啊 然後最後以切線速度什麼多 飛出去 撞到哪裡 那故事講好長 然後我就 你知道那個學生在旁邊看我 我在那邊讀 那個題目 從英文 然後再演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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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他那個題目在講 Excuse me 我們其實一個小時一定讀了五十分鐘 所以我才發現 哇 他們其實就像剛剛王老師講 他有圖 他有文字 其實我也不曉得哪一個比較好 但是至少 在我去教他那段時間 我才發現 哇 原來我們以前那種 大量運算的那個教學 缺了這一塊 就是說 他的那個應用體 非常廣 然後一次這樣一個題目 他可以丟大概十個題目嘛 就從那個故事裡面 可以講好多好多的概念 所以文字的閱讀理解 還有視覺化的時間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蠻重要的 這個很棒 那邰哥你小時候會這樣訓練你的小孩嗎 其實我覺得像 其實我以前就有發現過我小孩 很小的時候 他 比方說 背一個東西 比方說某某作家寫的 像以前我們師父寫的書 有兩百多本 嗯 那你問他 第一百六十二是哪一本 他就馬上告訴你是什麼 對 哇塞 然後第六十二是什麼 他就是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問他說 問你你怎麼會 他說我是這樣看這樣所有的一個書 對 在我的腦子 然後我看那個是這樣 他就是用這種圖像式的記憶 然後他會去記點相關 我說欸 你有沒有興趣去背 就剛剛老師講的 你有沒有興趣去背 全世界的地圖跟國家還有那個 他說 算 過一陣子吧 我現在還在玩 沒有 他挑戰這一陣子 還沒有 就是他 他其實自己他就會去玩這些遊戲 對 而且他常常會很專心的 我看他在畫啊幹嘛 他比方說他現在打電玩 他去找很多YouTuber 去對這個遊戲的評論 然後去玩的玩家 各個玩家的評論 然後他就去實驗說是不是真如他們所說的 嗯 他也自己去實際操作玩 然後他再把它寫成一本新的 他自己寫新的啊 他寫了一大 他寫了一大本 他寫了一大本 英文寫的 然後每個圖都是他自己畫的 你為了你畫在幹嘛 他說 他就是他要 他要做research 然後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他會自己去發現 而且他要玩的東西 所以那都是圖像 這些東西都是圖像 如果有辦法從小的時候 就訓練孩子有一套自己的那個方法 所以大家都在罵建構式數學 但是我剛才一開始就講 建構式數學就是藏在孩子的腦袋裡面 你怎麼樣去把它開發出來 能開發出來就OK 那如果沒有開發出來的話 那不好意思 過了那關鍵期就沒有 對 喔 關鍵期 所以其實關鍵期在什麼時候 讓小朋友接觸到這座議題 是很重要的 對 那個就是我們爸爸媽媽的功課 希望可以在好的時間點 然後呢天時地利人和 讓小朋友可以自然而然 對數學很有興趣好不好 對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看我媽媽好 讚好 讚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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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今天其實講到很多 就是關於小朋友的閱讀能力這些 就是要從小培養 其實我發現語言也是喔 是 好像就是要讓小朋友 就是很小 然後慢慢的自然 然後接觸到這些語言 可是好像我們這些 語言沒有很強的人 對 要教起來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要只好靠機器 但是你們好像不是很贊成 對不對 是 其實大家真的是 有點可惜 就是有點白費力氣 比如說在旁邊放什麼 英文的DVD啊 或者是CD啊 然後放出聲音來 希望孩子能夠吸收到英文啊 或者其他的語言 但其實 華盛頓大學 很常做這種 幼兒的語言 學習的研究 就發現放這種DVD CD 其實根本沒有用 沒有用 這第一點 所以重點呢 就是要真人的互動 那你說我家就是沒有會講英文 對啊 那最忌諱的就是一個人 講多國語言 這樣也不好 有時候有一個人說我可以啊 我英文很好 所以他就是中間一下假的 加大英文 這樣也是不對的 是喔 最好就是一個語言從一二中 這樣子 但是呢有另外一個研究 就告訴我們說 跟那個不同語言的人 講話時間其實不用太多 他就請一個人 每天去跟他寶寶一歲喔 講二十分鐘的中文 只有二十分鐘而已 二十分鐘 每天就講二十分鐘 喔你在幹嘛這樣子 那另外呢也是一組嬰兒 每天放二十分鐘的CD 嗯 那你就發現 放二十分鐘CD的那一組 他的大腦一直 對中文一點感覺都沒有 喔 但是有人跟他講二十分鐘中文的 那一些寶寶 他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對中文的這種 食吃吃各科喝這種音調 這一聲二聲三聲四聲 他大腦已經開始有些區塊 就已經在建立起來了 對 所以說我們有的時候 自己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還是會有認識一些人 你可以常常去她家做朋友 或邀他來家裡吃飯 就聊聊天 跟你寶寶講個話也好 那讓他說能夠對 這個語言有某種程度的熟悉感 等到他真正開始學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上手了 哇 突然覺得依萊媽現在好搶手喔 哈哈哈哈